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除掉在财富资源和信息上的差别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对待人性的认知上 富人总喜欢谈人性而穷人则更喜欢谈感情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 富人和穷人在对待这三种人性的认知上所持不同的看法 那不同的认知就造就不同的人生 很多网友会说那你到底有没有钱呢 我有没有钱和你真的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钱才和你有关系 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一穷人讲感情富人实人性 穷人整天只会讲感情爱情友情 这些虚无缥缈又经不起考验的东西 那一旦感情友情受挫就会要死要活 最后做事实话都会变得更加的偏激和极端 而富人只会用人性的眼睛去看待亲情友情和感情 他们会根据人性去理解悲欢离合 所以即使别人再亏待于他 他也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 情感不会大起大落 从而更加理性的去处理事情 社会当中你发现富人在和别人讲人性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想和他去讲感情 而那些穷人在和别人讲感情的时候 别人往往都会和他去讲人性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别人说话伤害了你 你认为他们的情商低 其实恰恰相反 那是因为别人根本就不想尊重你 对待重要的人 他们并不会这样的 所以呢 你被别人伤害时就不能责怪任何人 只能怪自己没有看透人心 第二 穷人混圈子 富人避圈子 穷人总想着去混圈子找资源 而富人本身就是圈子 反而呢 他们都会去避圈子 每次的同学聚会你会发现 层次越低的人越想聚会 而那些层次越高的人就越想避开聚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层次高的人结局一般都是孤独的 他们不喜欢和一般的人说话 那自己变得独来独往 那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高傲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但是呢 自己又无法去改变他们 因为越愚蠢的人越固执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就会避开一般人的圈子 大家站的高度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就肯定会不同 穷人 与其努力的去混圈子 不如修炼自己 让自己变成圈子 筑巢引凤 你不优秀时认识谁都没有用 所以当你没有社会地位时 尽量我们要远离圈子 和任何人都要保持距离 努力的修行才是我们最好的办法 第三穷人相信别人富人只相信自己 穷人都喜欢把脑袋长在别人的身上 遇事总要找身边的人问个遍 大家觉得他好呢 他就会更加有信心的去做 那如果大家觉得不好 再好的机会他都会放弃 其实人性很复杂 别人说的有可能真的是为你好 但是他的话未必是对的 那有些话说起来很好听 但也未必是真的 有可能也是故意说出来麻痹你的 所以呢不要让别人来掌控你的人生 这样你会很悲惨 因为说错话无需他人负责 但是造成的结果却要自己来承担 富人只相信自己的眼光和直觉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他 那也无所谓 这就是为什么越成功的人越孤独 因为他很难去找到他同一层次的朋友 富人只相信自己的路 自己走不管是好是坏 谁都代替不了 那以上就是穷人和富人 在这三种人性认知上所持的不同的态度 穷人早雾透早收益 不要等着碰着头破血流了 我们再来感慨 这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只是你现在才发现而已 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